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讲的是学佛三要 我们上一堂课讲的是第四节 也就是会的观境 所以在会的观境 我们就分了小圣会跟大圣会 小圣会又叫做三圣共会 大圣会叫做大圣不共会 因为它不共于小圣 它所观的境是会有差别的 那么第五节182页 所以第四节的部分 就请大家个别的把这个课文看清楚 那第五节是会的进修 会之进修 在182页 那么至于会的进修 我们说我们的基础在于什么 生得会 之后就要进入所谓的家行会 家行会就是文会 私会到修会 文私修这三个阶段 所以所谓的文会 所谓的文会 那么在182页 有些人由于过去生 修得素会深厚 所以他在现在生 就会成为一文即物的根基 那这是比较特殊的根基 但是如果要把他的前世后世 把他连结起来 我们也可以知道 其实这个也算他怎样 素是有修 素是有修 那或许他这个时候 他可能他的文会私会 已经到一个程度了 所以他很直接 他就接着就是修会的部分 所以他的那种体悟会很快速 但是我们说如果把整个生命的历程来讲的话 连起来来看 整个的过程其实一样 都还是要经过什么 文私修的阶段 才可能去获得无漏的县政会 所以我们前面在三种会里面 不就一次讲说 从生德会到加行会 才会得到无漏会 现前 那我们的重点会比较放在哪里 加行会 所以加行会就要透过文会 私会到修会 因为生德会是我们已经都具有的 用我们现有的基础 就算是世俗会也没关系 我们其实在世俗地上面的学习 或比方说学历或是什么 这都还不是最大的关键 而是我们自己所具有的这种素会 是我们的生德会 那么就看我们怎么样从加行会来入手 所以不外乎还是文会私会跟修会 那么在生文教里头 从初学到宪政有四个预留之 就是说他其实一定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所谓的亲近善事 那么多文熏习 如理思维到法随法行 那所谓的亲近善事呢 它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先觉的条件 就是说我们真的 想要开始有所谓的加行会来说的话 那首先就是要亲近善知识 那所以呢 多文熏习也就是在文会上面的 如理思维也就是私会 到法随法行 就是什么 修会 就是修会 所以这四预留之 其实都还是离不开文思修会 文思修会 所以在大圣经典里面 也讲到有十法行 十法行 那么前八法呢 属于什么 文会 就是书写供养 师他地听 批读受职 讽诚 开演 这个都属于文会 到第九个会呢 属于什么 私会 思维 到修习呢 它属于修会 所以呢 我们说 其实在会学上面的修习来说的话 修学来说的话呢 文思修会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架构 所以这里讲到说 可见文思修三有漏会 为进修佛法必经的通道 千万不要想说 我能不能不要偷过这个 然后就进入了无漏会 有可能吗 不过只是空中楼阁 对不对 一点一滴真的是需要去架设出来的 所以一定要经过文思修会的 所以这个也是大小圣佛教以致公认的 那虽然说会学的最高目标在体悟法性 但是呢 从整个修学的过程当中是不容忽视文思修的基础 所以在修习文会 所以现在也等于分成几个阶段 首先在修习文会的这个部分 那么古代呢 以佛陀在世 那当然就亲闻佛说最好了 但是呢 与佛不在同一个时代 那么只好怎样 由佛弟子的辗转传授 所以亲近善知识会成为文会的什么 先觉条件 亲近善事 尤其佛陀对亲近善事的这个评价也是很高的 佛陀也认为说 如果能够亲近善事 那么起码在这种修学会学的过程当中 这个成就了一半 所以呢 这里也讲到说 虽然纵然说 各种经典的这种流通 稍聚素根也可以自己批语 批读言习 依经论的教士而得正解 修行成就文会 但是呢 如果能够从善知识或经论当中呢 所听闻的是佛菩萨 诸大圣者的言教 甚至说 如何的去听闻学习 圣典开列很多 或者自己那个批读啦 这些呢 但是呢 我们说 不管是从听闻诗说 或者自己研读 最主要的一招 还是必须要知道什么 佛法的根本理去是最重要的 根本理去 所以呢 我们说亲近善事一方面 当然能够亲近善知识 或者自己批读言 能够研读经论也是一个方式 对不对 他也是亲近善事的一个方式 所以呢 佛教所重视的 是怎样 从这种无焰足无止境的这种多文去 去领解佛法的这种经要 器物不共世间的深意 才是佛法的根本义趣 那么要透过文多试广 那么其实并不就是文会 因为他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所谓的多文博学 而契入三法印 或是一法印 一法印就是一时相印 对不对 才能够称得上叫做文会 并不是只有广学多文 如果学的只是属于世间的因果 善恶 这些都还不算是什么 还不算是文会 那么也就是说 就像在小圣经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如实 既观无常 无我 涅槃 即灭 才名为什么 多文 要多文空意的这个部分 无常苦空 无我这些 才叫做多文 那么也就是说 所谓的 博学多文的这个多文 是要能弃印什么 三法印 或一时相印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这个才叫多文 而不是只有在世间法上面而已 世间法上听得再多 其实跟我们的解脱生死 还是无关的 对不对 在菩萨道业上面的那个 那个坚持跟精进 还是无关的 因为菩萨道业 没有办法只透过世间法 对不对 因为所谓的菩萨道业 它是累生累世的 那如何累生累世 它必须要有什么 超越世间的 而且还又能 释出释入无碍的 对不对 才可能持续啊 所以不管是小圣会 或者大圣会 那么所谓的多文 它很重要的就是要 与法印相印 对不对 才叫做什么 文会 所以在184页的第六行说 文会虽然是比较 极浅显的 极平时的初成基础 但是也需要怎样 精进一番 提炼一番 才可获得成就 所以如果是用四一来看待 叫做一一不一一 一它圣身的法义 就像我们说 讲到这个三法印 是圣身的什么 空义 对不对 那么一十项印 更是 那么所谓的信空 也是圣身法义 所以虽然我们 透过语言文字来传达 但是圣身的法义的这个部分 其实才是更可贵的 因为这里讲到说 要去解悟经论所表权的义理 表权的这个义理是非常 而不是只是名相的堆积而已 或文词的这种颜世 所以这里就讲到说 要两个方面 虽然佛法穷深极广 异门众多 那么如果发大圣心的这种学者来讲的话 也要法门无量 誓愿学的广大异域 勤听多学 亦无厌足 尤其大圣行者 那么对法不能有所厌足 对众生更不能有所厌足 不然就不明为什么大圣行者 第二个呢 对所有一切法门来讲的话 要不断地认真的研习 以求经熟 那么因为这种也都是需要累积的 让我们内在的心体 见得清静安定 因为我们说 如果透过为事讲 就是要多熏一些什么 法界等流种 佛法的思想观念呢 都是让我们去除自我的执着 我们的杂染来自于我们自我的执着 所以用法界等流种 它是清静 那么也透过清静而感受到安定 能够安顿我们的身心 所以能够明发什么 悟性 那么一旦豁然大悟呢 那么就不离明言异象 而结了甚深的佛法 所以多文熏习会是会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什么 起点 最重要的起点 所以这是会学上面的进修 那以思绘来说的话呢 因为也透过多文熏习而成就了什么 我们会是修学佛法的第一步骤 但是呢 还要对我们所听闻的佛法要怎样 加以思维抉择 因为我们听闻来的 说实在还属于粗浅 粗的 因为透过耳根所听的 其实还是有限的 而且呢 听闻的其实都还 真的是有程度上的一个限制 因为往往也是在散乱心当中 所以要更沉静的来思考它 因为要把这种比较粗的分别 慢慢要转为细的分别 那么就要透过思维跟抉择 而且在这种思维抉择当中呢 不是去重视这些名言张句 而是怎样 就像前面文会都要依义不依语 更何况是思维 所以它要进入抉择义理的阶段 那么在四语流之就是所谓的什么 如理思维 如理 所以这个如是吻合什么 真理法则的思维方式 因为透过真理法则 让我们有机会解脱生死 跳出轮回 透过真理 才能够让我们增长智慧 扩大心胸 眼界 这个都是透过真理的扩散 所以要如理思维 那么这也说 如果用思维来看待的话 那么它就是什么 依了意不依不了意 何为了意何为不了意 其实这个都还会有一些 系统上的不一样 他们对了意跟不了意的抉择 是不大一样 但是在185页的倒数第五行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 说要以了意来抉择什么 不了意 不是用不了意来抉择了意的 就是说要以了意抉择不了意 那何谓了意 所谓的了意就是它要 要能够是属于出世法 也就等于说 是从世俗地要进入什么 圣义地的 才叫做了意 才叫做了意 所以我们说从世俗地 要进入圣义地 那么所谓的世俗地 它比较在法相 所以我们说要进入圣义地 那么是不是就要进入所谓的什么 法性 是要进入法性的 所以这里就讲到 老师做了一个比喻 说比方佛陀常宣誓说 无我 所谓的无我其实也是在讲 我是信空的意思 简称就叫做无我 但是有一类的众生因为很怕 讲到苦空无我这样的 讲到无我 会觉得明明有我 为什么一直讲无我 会害怕 那么所以有时候也方便说有我 但是无我是什么 是了意 说究竟说 有我是不了意说 非究竟说 这个要搞清楚 所以有一些经典它可能会比较属于山桥方便的 是这个属于世间西坛 或者为善西坛之类的 它不是究竟了意西坛 不是属于第一意西坛 所以所谓的第一意西坛 了意西坛来说的话 它很重要的就是法性的问题 对不对 那一旦牵涉到法性 我们说法性空会 是不是跟空 跟无 步 飞 这些是不是会经常的出现 这个反而属于什么 了意的 所以在186页 我们直接先跳到这个地方来看 倒数第三行 龙素提搏 因为这里牵涉到两大戏的说法 对了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像龙素提搏它属于什么 中关系 信空为名系 他们所依据的经典是 无尽异经还有般若经 所以它判断诸教典 那么他们就会说如果讲一切法空 无我 无自信 无自信是不是就是信空 其实就是信空 或者说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是不是在讲不二 或者讲本性己进 这个也都是什么 法印 那么即是什么 了意教 即是了意教 如果 因为有些经典难免 它会有方便说 所以会有说 有自信 或不空 或有我 那这个其实叫做什么 不了意 叫做不了意 那他们会本着这样的一个见地 无论抉择 意理 或者开导修行的方法 自有一个 比较严密 而不共犯常的特色 它这个是非常严密的 就是说 因为它的那个系统非常清晰 尤其是帮助我们从世间 世俗地要进入圣意地 要进入圣意地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因为 我们比较会成文在 世俗地上 而看不清整个的状况 所有的圣意地 也等于说 帮助我们有机会鸟看 跳脱出来看待 就等于像我们说 能够爬山 而不是只有在平地上 我们说我们在平地上 就一直在着象 你穿什么名牌 他开什么车子 住什么房子 对吧 以世俗人来说的话 就难免会做这些现象 但是我们说 如果我们有机会 能够爬高一点看的时候 或者跑到这个十二层楼顶上 高楼的楼顶看下来 其实我们说 男像女像 是不是都已经看不清楚 老像少像也看不清楚了 乃至于说 什么车子 是什么牌 是不是也看不清楚了 越来越怎样 越平等的缘故 因为讲到法性的部分 是一种不共犯常 所谓的犯常会是什么 因为是我们熟悉的 习惯的 那么我们习惯会比较在什么 在法相上面 因为这里的了意 它必须是怎样 深入法性的 所以它会不共犯常 会比较不习惯 有生有灭 我们习惯 有争有减习惯 但是说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争不减 是不是就不习惯了 讲不二反而不习惯 为什么能够讲不二 是因为 是因为什么 信空的缘故 是因为信空缘故 所以一旦 谈到物证来讲的话 也以极无自信为究竟的 宪政会进来 这极无自信 是不是就在讲信空 极就在讲信空 无自信其实就是信空 无它是不是也是个否定的符号 否定自信的存在 那才可能是 为究竟的这种宪政的会竟 它是可验证的 那这个就是成了所谓的 中关键的一大戏 宫树提婆 它这个属于中关 那所谓中关呢 它就是透过什么 信空为名系 信空 深入法性 所以属于 一切法空 无我无自信 不生不变 这类的都叫做了义的 但是第二类的 有另外一个系 叫做什么 于解系 于解系就属于世亲 吴卓世亲兄弟 他们会比较依什么 解生命经 解生命经为较量 因为他们所 这个系统不一样 他所依据的经论也会不一样 他依解生命经 以解生命经 因为我们前阵子 我们这次恩神也一直在讲 对不对 解生命经会比较在表达什么 法相 因为它属于维世系统 维世系统 那么解生命经 对了义跟不了义的定义 并不在于说 它是圣意地 还不是圣意地 而他的了义会说 把它讲得清楚而明白 叫了义 讲得不清楚不明白 叫做不了义 这个定义差得多 所以他们会觉得 讲到法性那个部分 是不容易理解的 因为它变成说 你潜水潜到海底去了 搞不清楚 你若浮在海上 那个还是清楚 所以它为什么叫做解生命经 就是要从海上来解释 海底的世界 所以觉得很生命 其实解生命经 它也是要透过法相来解释法相 法相来解释法相 所以它说这个叫解生命 但是他们对了义 它会觉得法相了义 因为清楚明白 它在表象上 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也就是说解生命经 维世系 它对了义跟不了义 的定义跟终观 是截然不同 这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如果这两性 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去抉择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智慧要透过抉择 就是了义跟不了义 我们到底要依据中观 还是要依据为师 这个我们就自己要好好的去思考 因为它还是帮助我们要从什么 世俗地进入圣意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纵然说为师呢 他会觉得说 讲表象的清楚明白叫了义 但是这个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会持着比较保留的态度 不见得用这个来做抉择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前面导师会讲 说在185页倒数第五行 原则上以了义来抉择不了义 不要以不了义来抉择了义 是不是 因为我们理解何会了义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什么叫做不了义 虽然他不了义 有不了义的那个系统上的不一样 但是我们会知道 他的这个为师所讲的了义 不是中观讲的那个了义 对不对 那我们在了义上 我们会大概会比较用 中观的这个了义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所以在186页 以186页来讲的话 那么这里也讲到说 第一行说 假设把了义不了义的正确观念 认清楚的话 就是前面就是 意思就是讲说 我们不要说因为讲了有我 所以会觉得有我是了义的 因为这其实是方便说 虽然他的经典 他也会觉得说 这个有我其实是了义或是什么 因为他讲的比较清楚明白 所以他这么说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这样子 把他怎样颠倒过来 所以我们再回到185页好了 倒数第二行 他说我们要怎样的来衡量这两者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书为正硬 必定要根据什么 无我来抉择有我 对不对 因为佛陀之所以成佛之后 其实佛陀所宣说的就是无我教 就是中道 因为印度它本身的宗教细胞很发达 外道非常的多 大家都在思考如何的解决 解脱这个生死的问题 这个会是印度哲学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我们说很多外道都会提出 有什么神我犯我真我大我 是不是 唯有佛陀说无我 因为不管你真我犯我大我 或是什么神我或者犯我 他还是有我 一旦有我其实都还不是解决之道 唯有佛陀提出无我 虽然其他的经典在过程当中 因为某些特殊的状况也难免讲有我 是为了要去度化外道 站在外道 有我的立场我们也可以接受 但是最后还是要把你转回来什么 无我 所以就讲到说 必定还是要根据无我来去抉择有我 才对 要了解 要解了佛说有我的方便意趣 要知道佛说有我是有他的实节因缘的 不要以为有我是了意的根据 那么去抉择无我 去修正无我 去修正无我说无我是错的 应该有我那就麻烦了 所得的结论就会与佛法正理要相差八万四千里 就差之好理而失之千里 所以对佛法的思维抉择必须要依据了意 较为准则所见到的 所得到的见解才不会落入偏师 所以这种就是思维上它会比较细密 而且呢真的同样都还是佛法所说的都还要去做什么 去做抉择 并不是佛法所说的都一样都是都一定是对的 也不是说不是对了 而是说他了意不了意这个会变成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因为所谓的了意应该是帮助我们从世间而跳出什么 世间的束缚 那么就是要跟所谓的圣意地真理的部分要去怎样结合 那这种结合呢就是等于说 我们要从我们所习惯的法相而进入什么 法性 它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进入法性的话呢才真的去体会到那种圣身的法意 圣身的法意有时候也不是语言能够到达的了 但是呢过程当中语言是一个工具 所以总说呢所谓的这个了意就是要道尽了嘛 真理法则 真理的这种实相 诸法实相嘛 好 所以这里也讲到说了意与不了意的分也到底怎么样 大体来说小圣不了意 大圣是了意 但是在大圣里面也不是所有大圣法都了意 对不对 在三系当中信弘为名系比较了意 对不对 之外还有虚妄为世系跟什么 真常为心系 在大圣法中都还不是所有的都了意 但是在粗的比较上小圣不了意 大圣了意 但是在大圣当中还有不了意的部分 也有了意的部分 所以这里也会讲到说 像佛说法的时候 为了鼓励众生起信修学 所以往往每部经都会有金中诸王之类的 我们中文很喜欢这样子的词 我会看金中诸王我特别的重视 但是这里就讲到说 如果单凭这些经里面的赞叹语句 来作为究竟圆满的教证 而去抉择佛法的那个了意不了意 那是不够的 那是不够的 因为很多是鼓励性的 那这些都应该要去做一些抉择 所以这个就是诗会上的 所以诗会它必须是比较细密 而且比较深入的 就要有所取决 就好像那个筛子一样 粗的筛 那个孔很大 越筛越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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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细的才会怎样 透过一次一次的筛选 抉择 所以这类问题呢 那么要参考这些 著名的圣者的一些意见 那但是呢 因为古代的论识 比较不大重视经典里面 劝修的部分 而比较重视 意理的这种论证 所以他们的了意不了意 是可以作为我们依循的标准 就是说属于方便 劝说的不能把它拿作了意的依据了 因为很多是拳脚方便 但是呢 这个拳跟食真的也要搞清楚 对不对 有时候是为食顾全 那所谓的食其实就是了意的 但是呢 不是一下子能够达到了意的过程 所以当中就要会有一些什么 全巧变通的方式 会有很多的鼓励性 所以这些鼓励性 我们有时候也会根据这些鼓励性 来鼓励众生 鼓励我们自己嘛 但是他了意还是了意 不了意还是不了意 就是说能不能帮助我们解脱的观念思想呢 能解脱的 就是说它是属于那种圣深的法义才有可能 也就是要跟法性结合的 而不是只有在法相上的 所以我们刚才也等于顺便看了这两个系 一个是中关系 一个是什么 于解系 所以在187页倒数246 第七行这里没有 无论是印度的中关剑或者维世剑 也就是这个于解系的 甚至以能言起信为究竟的 这个中国传统佛教 这个比较属于正常维新系 都有他 各有他们的这种审慎的判教 态度跟严密的论证方法 那导师也是 就是说我们不妨采取其长处 扬起其偏点 互相的参政 彼此会通以求合理的抉择观点 主要还是要完成什么 名利而纯正的私会 为什么要名利 才能够斩得断我们的烦恼 是不是 就好像要去制造 就像那个金刚 波瑞波罗蜜多 经典 为什么叫金刚 就是因为那个智慧 如同金刚一样 能够斩除我们的烦恼 所以必须要名利 而且要纯正 很多东西可能是后来加进去的 或者鼓励性的 或者什么的 其实我们也要能够怎样 能够剥落 所以听文会是一个程度之后 私会他就必须要下更多的工夫 因为经过私会的一些筛选 所以他是简责抉择的 以简责为性 所以经过这样子的私会 那么他细密 而且纯正 那么也算是要名利的 那才能够进入所谓的什么 修会 所以在修会来说的话 私会跟修会同样 都会对诸法起一些分别抉择 那以私会来讲的话 比较不是与定心相应 但是修会他比较强调要与什么 定心相应 而且所谓的思维 他比较是做意的 刻意的 而且是观想的别名 所以他算是一种什么 善心观 就是我们还在善乱心 我们在思考这些 其实还是善乱心 他这比较属于匹婆生 而不是生魔他 所以所谓的私会 他跟定的关联性 比较没那么深 但是如果是修会来说的话 他只算是什么 定心的成熟 而且在定中 还能够观察 觉着诸法实相 集成什么 修会 这才算是一种修会 而且是心能够安住在一处 不管是 世俗现象 或者圣意地理 它都是一种指向 也透过指向 让我们的心地 极明了 那么也等于说 要从指修的这种成就以后 才能够在世俗地上 世相 还有观因果 观缘起 乃至观佛像 甚至在圣意地 因为他说 世俗地上 其实也需要透过指 那么会让这些 世相上面的更清楚 更明白 圣意地里头也是 所谓的圣意地 就要观法无 我本来极境 这类的 那么这些 不但是在心地上面 极极境明了 而且还在这种 明集的心境当中 能够如实观察 抉择 体会的诸法实相 那么也就等于说 是在那种定境当中 其实那个诸法实相的 那个境界 是可以现前的 是可以现前 因为如实观察 与真理相应相继 吻合性的观察 所以他是可以 诸法实相是可以现前的 所以我们说 所谓的现前是在定境当中 而不是在我们的 这个演示当中的 不是 所以他说 从静止中起观照 即是修观的成就 是在静止中起观照 因为在静止中起观照的时候 是会非常的清楚明白 我们在善心当中的观照 比较模糊 就很像拿相机 也要拿得很定 是不是 那个咔嚓下去才会清楚 如果我们是在动的时候 照出来是不是就模糊 所以我们说照相最怕怎样 手动 本来画面蛮好 哇 有点模糊 实在就不能用 所以定呢 也等于是让我们的这个 就好像这个相机 应该架个脚架 是不是 定定的 那么他这一咔嚓下来 他的影像是不是非常的清晰 所以定呢 也等于是帮助我们影像清晰 帮助我们的观会清晰 观会上的清晰 所以这个是修观的成就 修观的成就 所以这个也是 佛为弥勒菩萨 开示这种止观 所说的这种 所定的这些介说了 所以呢 这也讲到说 我们必须要观察一切 无我必尽空 才可从有漏会 引发无漏会的什么 宪贞会 因为我们的有漏 往往是因为执着事项 执着事项呢 会是有漏的 执着自我 执着事项 有从 就是说从自信望止出发 其实都是有漏的 所以我们要解除的 其实就是所谓的自信望止 所以是透过什么 法性空灰 信空 信空是不是就是在破除自信望止啊 专门对质 那才可能从有漏会到什么 无漏会 因为我们的漏就漏在自信望止上 所以修会虽然不能直接取证 但是呢 却是到达物证的必经阶段 我们说从生德会 文会 私会 修会 才到达什么 无漏会 所以呢 在四一里面 叫做 一智而不一智 因为智 它本身是散动的 我们的八智 起起伏伏 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随时都有可能起心动念 但是所谓的智 所谓的智呢 我们说所谓的智 它透过观到慧到智的成就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必然会有一个程度的什么 定境 那么所谓的智 它会有一番 这个比较宽广的 的那个智慧可言 所以呢 这里讲说 修会的指导标准 就是要一智 而不是一事 那依照佛法的智慧 所以 事呢 它是有漏有取的 因为事呢 从我所为本的妄想分别出来的 如果依此进修的话 不但不能证物解脱 而且还会障碍 对不对 因为以自我为主 越是以自我为主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妄想分别越多 越容易膨胀自我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不能一事 因为一事反而会障碍了什么 解脱之道 但是智呢 正好相反 因为它 战破我之 对不对 信空是不是就是在专门破自行妄知 而且遣除 谐见的功能 无自信 无分别的会观 对不对 所以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说 从 从观而到会 由会而到智 对不对 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 自然能够怎样降服 自行烦恼 引发宪政的智慧 所以智呢 它乃是本心明照之德 可与法性弃合 所有的智 它必然是跟法性是弃合的 但是是呢 是 乃妄想之心 对六成而起的这种沉迷不觉 因为我们的事 我们的六根 六事对外的什么 六境 对不对 所以就一直追着外境跑 所以事呢 很容易这个起心动念 所以在修会上面呢 就要一致而不一事 一致而不一事 那当然这四一里头讲了三个一 这个之前就是要怎样 依法而不一人 主要就是 就像我们说 最前面的先觉条件 在四欲留之里头 有没有 亲近善事 对不对 亲近善事 我们亲近的善事 虽然好像是人为善事 但是经典也可以为善事 那若以人为善事 我们更要知道说 其实是要依法 而不是依人 我们是借着这个人 来告诉我们 圣身的佛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四欲留之 跟什么 这个三个夹行会 是不是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对不对 从这个亲近善事 那么这里就叫做 依法不依人 是不是 然后文会就是所谓的什么 多文宣习 它是什么 依义不依欲 对不对 那接下来文会就是怎样 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要怎样 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对不对 然后到了所谓的修会 这个就是要法随法行 法随法行 那么是依智而不依智 所以这个是不是都可以 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当然最后会有一个图表 来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对照 把四一 跟这个四欲留之 跟这个三个什么 夹行会 因为要透过这夹行会之后 才能够到达所谓的这个 无漏会的先前 无漏会的先前 好 所以呢 在 这个讲义里头了 这个可能就我们自己 自己看了 因为三十页 三十页到三十二页 就这样子 先就这样带过 因为我们根据 如果根据导师的 这个著作当中 能够带得过来 就这样子带过来 其实也还算蛮清楚的 好 那我们第六节 会学进修之成就 因为刚才所讲的就是 这个属于会的进修 那进修之后的成就是什么 所以导师其实讲这些 都非常有次第 而且都真的有所依据 也真的帮助我们在这个会学上 到底怎么去下手 所观的进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在会上面的进修 应该如何进修 其实也是要跟四欲流之 跟四一是不是也都要结合在一起 对不对 那也是离不开什么 文会思会修会的过程 好 那么我们在189页第六节 会学进修之成就 进学之成就 那么在189页 这个等于说 他的成就呢 一个就是要成什么 信戒定会之果 成信戒定会之果 也就是说 透过这个戒定会三学 那么会有戒定会 那么会有戒定会之外呢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第三十三页 三十三页这里有个图表 这个图表有没有 在上面算了 一二三四第五行 信戒悲定会 有没有看到 信 就是说 所谓的文会的 文会成就呢 那么是信根的成就 其实就是信根的成就 上面是不是要信之合一 信之一如 所以他寒舍 寒舍得什么 信根的成就 所以在这个三宝地里 在这种三宝 还有四圣地啦 这种种道理里头 决定无疑 不会起怀疑 是清楚的 所以我们说 所谓的成就 有点像至 说是余境怎样 决断 他是清楚明白的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信的成就 但是呢在私会的成就 有没有 那私会成就就会比较跟什么 卑质交融 卑质交融 因为这也透过了意不了意的这个问题啊 对不对 了意不了意 那这种了意 那么也等于说是 这种大圣的不共会 尤其 透过境界具足 并且呢 他还会是 这个 一方面对自我 一方面对众生 对自我等于是在 清境界的成就 对众生呢 其实也是一种什么 慈悲心 也是一种慈悲心的一个成就 那修会呢 那修会的成就 我说他必须要怎样 定慧均衡 定慧均衡 那么他会是一个定的成就 所以他必须与定心相应 视为定慧均等 他是一种正定的具足 正定的具足 所以呢 这个最后 他才能够 宪政什么 五六回 所谓的宪政五六回 就是理智平等 以如如智正 如如理 如智如理 平等不二 有没有 那这些呢 其实是不是都是 透过法性的关系啊 把理跟智呢 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也是一种 慧的成就 好 所以呢 我们回到这个一百五八十九页 这也说成什么 信戒定慧之国 信戒定慧之国 也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慧学进修的成就 他的成就就是 他能够成就了信戒定慧 乃至悲的部分 这个我们那个表上都还有个悲 是因为 其实他还包括防恶跟利生 因为这个 在境界的具足当中 对自我 那么防恶 止恶生善 对外呢 就是利益众生 所以他会是悲心的一个成就 但是呢 因为这个慧学的成就 因为他还是共三圣的 共三圣 所以他把悲的部分就先拿掉 因为悲的话在小圣里头是 悲是比较不在小圣里头 所以他就成信戒定慧之国 好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慧学的进修 要与一切清净功德 总要彼此相应互为增伤 所以所谓的慧呢 他绝对不是单独的 所以我们说透过因缘法 是不是都是一直在否定单一性的 他绝对不是单一的 也不是不变 也不是主宰这一切的 不过呢 他确实可以成就 信戒定慧之国的 好 好 我们时间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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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